有政黨建議將啟德社區隔離設施 打造成文化體育交流園區 民建聯建議將這3,000個單位分為6個園區 藝術文化方面建議設立青年文創園區 給本地商戶和藝術團體進駐 製作特色手工藝 以及設立非物質文化館 例如教授舞火龍、舞獅等傳統文化 有建議打造水上活動中心 提供魔艇、風帆等運動課程 並利用跑道公園講述舊機場故事 和展出藝術裝置